现在是4月11日的上午 今天正在台岛移动海域 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海军徐州舰 正立足实战化条件 开展反恐与反导等训练 战斗警报 战斗警报骤然响起 官兵们文明而动 迅速奔向战备 报警长 射击通报 两栋栋腰皮 水平目标 向我发射导弹 命令我舰 组织抗机 同时对该兵目标 导弹攻击 防空武器侵楼 看起来去导弹 反舰导弹 打击两栋腰皮 发现敌目标后 各站位密切配合 实施精准打击 成功击毁目标 联合立即演习完成以后 我们立即展开指示训练 就是要充分吸收 演习中得到检验的新战法 打法 改进暴露的问题 不断提升舰点作战能力 锤炼海上舰点编队 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打印能力 另一海域 一场导弹超视距对海打击训练 在西安舰上拉开战目 指控战备接收到 岸基指挥所下达的远程目标指示 官兵们精准装定目标参数 并根据实时目标态势信息 进行动态修正 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追秒 今天的训练中 各舰艇严格按照作战需求 构设逼真战场环境 先后开展了联合反潜 防空反导 对海打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 通过应对多种复杂突发情况 提升指挥员决策指挥 官兵应急处置和协调配合能力 在实战氛围中 进一步磨码圣战刀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